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近來有一個問題都很常問到 或者我們很喜歡問別人的 就是這個iPad Pro 到底可不可以取代到Laptop的位置呢? 其實這個問題就像中學生 應否談戀愛這個辯論題一樣 經常都出現的 經常都會有不同的一個結果 來到2021年 Apple直接在iPad Pro上面 用了電腦級的處理器 令到整個比較 由蘋果和雞蛋的比較 升級好似蘋果和橙 即是蘋果和比較似蘋果的東西 它的比較就合理很多 2021年的iPad Pro 一樣都會有大小兩個版本 借測的這一部 就會是大的12.9吋 其實它的樣子 就跟上代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原來來到這裡 已經是第五代 但是它的長和闊 都跟上年那一部一樣 唯獨是厚了0.5mm 再加上它的重量 原來是重了40g 如果你是用原廠的這種設計的保護套 例如這個Magic Keyboard 就算厚了一點 其實你都可以貼上去 因為它是一個小小開放式的設計 但如果不是 你是買了一個全包邊的保護殼的話 就有機會因為厚了一點 而用不回 如果你硬要把兩部機 找少少不同的話 其實它就是喇叭那裡 新的iPad Pro的喇叭開放會少了一點 少了幾個 另外它的SIM卡位置 其實都會有少少不同 代表了就是Apple真的重新做一個模式 去做一個iPad Pro的機殼 始終它也厚了一點 只不過在這個iPad Pro上面 我們肉眼看到最大的改變 就是它這塊的螢幕 這次尤其是我們借的這個12.9吋的iPad Pro 它會用了全新的Liquid Retina XDR的螢幕 它後面的技術就是用了大家都趨之若無的Mini LED Mini LED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體積非常非常非常之小 它根據官方的解釋 就在這塊螢幕上面 12.9吋就已經放了超過一萬顆的Mini LED 同時它是劃分了超過2500個的調光分區 你可以幻想一下這個12.9吋的空間 上面已經有2500格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非常仔細 以及非常精準的一個調光調色 就令到尤其是我們看這些HDR的內容 就可以看到它的黑色可以更加黑 而且它的最高亮度去到1600尼黑 就是等同OLED的級數了 但這個其實也是LCD的一個面板 大家最直接感受到的相機升級 就是它的前置相機 它就有700萬像素 升級到一個1200萬像素 而且還是超廣角的相機 還有一個新功能 就叫做人物置中 就是特別讓你在Videocall的時候 讓畫面追著你的樣子走來走去 萬一你好像我這樣 喜歡左右搖來搖去 或者不小心坐過了一點 畫面依然會拉回整 因為它是超廣角的相機 另外如果有人走進來的話 它也會自動把畫面放大 就是兩個人一起聊天都可以 最棒的是這個新功能 居然不是Apple獨響的 所以除了在Facetime之外 在Google Meet、Zoom、Skype上 都已經可以享用到 不過Facebook Messenger好像還沒有 不知道API還未更新 還是它們兩個熟膠 iPad Pro 2021的效能 相信都是大家最關注的地方 因為它是換了一個電腦級的M1處理器 借的這個12.9吋的iPad Pro 原來還是高配版本 它是有8核心的CPU和8核心的GPU 再加上16GB RAM那麼多 完全就是一部高配版的MacBook Air的配置 以下就會是評測工具的一些跑分成績 我們可以看到 M1處理器的iPad Pro 它的成績的確是比上年 用A12Z的iPad Pro 升級了很多 再加上它的成績 其實真的貼近我們之前評測的 MacBook Air的成績 效能部分的結論 我們就可以說 這部M1版本的iPad Pro 真的跟MacBook Air是一樣的 講完分數了 大家可能看到數字 很厲害 但也很抽象 不知道代表什麼 不如說一些實用的例子 就好像我要匯出一條7分半鐘 大概2.2GB的4K影片為例 其實在iPad Pro上面的Premier Rush 它溫的時間只是4分多鐘 但回到我Core i9的iMac上面 其實真的要5分鐘 所以其實iPad Pro它的Render的時間 真的快了很多 除了效能快之外 其實它的傳輸速度都很快 這個USB-C的插口 是支援一個Thunderbolt 3和USB-4的規格 它們最高的速度已經去到40Gbps 非常厲害 很大的檔檔也是一聲 就已經傳輸了過去 非常之厲害 既然支援Thunderbolt 3的規格 當然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擴充性 我們可以插一些USB-C的螢幕 例如是Pro Display XDR 都可以的 是6K resolution 再加上可以插一個Gigabit的LAN 令iPad Pro它的上網更快 更加穩定 作為2021年最近的iPad 自然這部12.9吋的iPad Pro 會支援5G 當然兩部機都會有Wi-Fi 6和藍牙5.0 我輕輕跑一跑 它的速度測試 都是輕鬆過白 即是你拿到外面 都可以在看Netflix 4K 只要你有足夠的資料去延銷就可以了 在這個不知道多少屆iPad Pro 是否能夠取代Laptop的辯論賽裏 我們就暫時做一個小結 其實我始終都是覺得 一部機可否取代另一部機 在軟硬件上都應該要兼顧到 不過今次我們的review 就會集中在這個第五代 12.9吋iPad Pro的硬件升級方面 而它這個升級我覺得是非常明顯的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它的M1處理器 效能提升有很多 你在處理一些4K 或者大的檔案的時候 就能跑得非常快 再來就是它的前置相機 是令到大家愈來愈多的 Videocall開會的時候 是更加實用的 你是感受到的 再來就是Wi-Fi 6 就是Bunderville 3這些 令到你可以更加快的 拿到數據到的機器 然後也借由它這麼快的處理器 立即完成它 然後就加貨了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環境 或者你的配套 是適合可以用到iPad 即是例如說 其實你也挺多用一些Web App 即是上網登入一些服務 然後進去便完成你的工作 或者你是一些創作人 你在上面畫畫、剪片、撿照片 其實iPad Pro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讓你隨時隨地 可以在街上 都已經完成到 你平時要在電腦上做到的工作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我想大概八、九成 即是文書處理、撿照片 平時發布會的 我完全可以在iPad Pro上用到 但是剪片呢 我還要熟集一下 Premier Rush的工作流程 如果它有iPad Pro版的Premier Pro 我就真的可以完全 拿著手機便可以上班了 這次的review來到這裡 大家就記得 comment、lik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